第八章大禍客 放生臉 回到日上...不 從日上山回來的系列 回到古董店之後很累就倒下...倒了睡著了 一直在沉睡中的生雨 再加上現在回到家就倒頭大睡了系列 來訪問古董屋的臉放生臉還有淚 在...算是守護著他們看護著他們 從隱世的存在看護他們 就是說他們要保護他們不被惡靈侵襲 所以必須...強化店內的監視 這是個必要...反正羅里巴說監控他們就對了 不是監控啦說監控太...太詭異了 保護他們啦看護他們啦 欸我怎麼沒有畫面啊 欸剛剛是在讀取是不是啊 監視攝影機還可以動 有監視攝影機的話有什麼東西過來的話我們就可以看見了 啊系列回來了 然後生雨一直睡著嘛 睡這麼多天都不用起來洗澡之類的嗎?臭死了 什麼聲音啊?下雨 生雨輾轉難眠中 飛起來了 欸沒有 雷你要去哪裡啊? 這是幹嘛啊?兩個都是中邪了喔 發生什麼事喔? 有隱形的湊座潛行在我們家裡了 沒事吧?累 沒事吧?累 沒事吧? 現在家中有三個女生一個男...一個男生 三個女生全部都屬於沉睡狀態 呵呵呵呵 這個比時間停止器還要有效 累 好像... 沒辦法站起來沒辦法繼續的樣子 而且失去知覺了 嗯...不對 是睡著了嗎? 剛剛像...山上的那個... 回音 嗯... 我有聽到回音 好像是什麼事情發生了 氣力跟... 生雨 也發生了奇怪的異邊 就是在床上那邊 蹦蹦蹦蹦 蹦那一跳嘛 必須去確認他們有沒有事情 這個應該... 這類應該不用管了 監視攝影機 氣力幫助了春河之後 把自殺的女性的惡靈都帶回來了 嗯... 而且好像... 有什麼東西要來迎接他們的樣子 用監視攝影機可以看到他們兩個人的情況 監視攝影機... 欸? 喔他會自動轉鏡頭啦 監視攝影機都是這樣子啦 大概一秒兩秒他會自動轉到下一個攝影... 啊這是我嗎? 這可以看到其實奇怪的東西嗎? 欸家裡怎麼這麼多攝影機啊 這古董店也太詭異了吧 欸... 氣力 聲語 好像沒什麼事嘛 兩個人看起來沒什麼事的樣子 就...繼續監視下去吧 如果再出現...回音的話 這樣的樣子可能會變得很奇怪 不知道是發生什麼事情了 嗯... 如果去日上山調查的話 說不定會知道原因是什麼 在這個...古董店中 好像已經沒有任何... 發生這種事情關聯的文件了 有...欸有嘛 在村裡面 有一種傳聞是說 這個男的在村裡面所作所為都很... 惡劣 就是說他給周圍的... 村民們帶來很多麻煩 他是一個... 混混就對了 類似這種...這種男...男人 他會突然的... 跟大家發消息說 他要結婚了 突然的就告知大家他要結婚了 然後... 村人們 雖然知道他要結婚 但是卻完全不知... 沒有看過他的新娘是誰 也從來沒有看過 這個...這個所謂的新娘出現 但是...去確認的時候 確實... 有看到那個男的回家之後 家裡面發出了 他跟那個新娘交談的聲音 還是...好像是跟幽靈結婚了 還是怎麼樣 但是... 從外面偷偷看進那個男的家裡 都...看不見女生的模樣 有女...有女生在裡面的... 人影存在 過了幾天後 那個男的... 外出... 好...外出之後 因為村人們很擔心 他也沒有告訴村人們 或者是自己的家庭要去哪裡 家裡面... 什麼人都沒有 只留下了一張很舊的照片 那個照片 有一個... 有一個新娘在照片中 他把臉遮起來 然後還有... 跟... 離家而去那個男人 就是兩個人的合照 但是那個照... 新娘的臉是遮起來的 我們看到... 照片上面 還可以看到那個 離家而去的男人 露出了笑臉 喔...好長啊 這個日上山 到底發生了什麼 需要再... 繼續調查 繼續監視 監視卡妹拉 我是覺得是不是要去他們房間了 怎麼也沒有啊 欸... 有人從大門進來了 誰啊 那個好像是香菇頭是不是啊 等一下出去看看 可以出去吧 有人說這段很短喔 個人紀錄20分 20分是因為什麼都沒看吧 你確定你有看故事嗎 這麼多文獻 就全部在那邊BBBBB 全部取消了 20分鐘過關這樣 那我買這個遊戲的意義在哪裡 沒有東西啊 沒有東西啊 我跟個笨蛋一樣 呃...現在不能出去 要... 照顧那兩個女生 欸奇怪 靈魂從這邊進來 我也沒有發現異狀啊 該不會已經上樓了吧 該不會已經上樓了吧 我不想一直對著監視器啊 但是... 再看一下好了 被香菇頭玩弄中 要到底跑哪一句啊 在我門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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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外面嗎 喂 沒有啊 欸咦 我的攝影機也照不出個屁來啊 這邊應該沒有人嘛 這邊是客房對不對 他該不會直接上樓了吧 到他... 走進來的方向 但我覺得他應該是要直接上樓了 我可以直接去守住帶兔這樣嗎 我可以直接去守住帶兔這樣嗎 痾...系...系列 等一下這什麼 另外一個筆記本 哇 家裡好多東西喔 系列的筆記本 上面寫的日記 直接偷看系列的日記 他說他覺得有點... 氣力不足了 有點呼吸困難 而且有點想吐 這一次... 這一次呼吸結束 下一次呼吸 然後再下一次的呼吸 在疲勞的終點 我連生存下去的利器 都快沒有了 我意識到 死 我看見 死亡 那這...他寫什麼啊 這是他日記嗎 寫的跟詩一樣 他看到了很多臉壞掉的人 還有身體不成人形的人 沒有眼睛 但是一直看著我的人 還有不停哭泣的人 把耳朵... 把眼睛閉起來 把耳朵塞起來 不停的忍耐 那些人們 一直看著我 他們一直跟我講說 我有一個地方必須 我必須前往某個地方 他們這樣一直跟我講 我...我應該已經治好了啊 我應該已經不會再發病了 痾...這樣... 這是他... 倒下去之前寫的... 寫的筆記日記嗎 他的病是... 那個應該不算病啊 就是說他可以看見... 街上的靈魂 蜜花把他... 帶出來 把他給... 心理建設、心理治療 好了這樣子 可是... 他現在寫的日記讓我覺得 他是不是又救病復發 又覺得自己... 又開始迷惑了勒...之類的 什麼聲音啊 好...這...這是... 雨...下雨...打到窗戶的聲音 是這間嗎 不對...這個好像是... 蜜花的房間 然後有收音機嘛 好... 民書學者... 杜惠啟事的... 寫的書 冥婚 叫做冥婚的儀式 這個我在... 我們剛剛一開始看那個筆記... 筆記本上面就有描述過了嘛 嗯... 日上山上面... 他們舉行的冥婚是... 變成人住的巫女 然後再找老公這樣子 跟我們... 知道的... 冥婚不太一樣 我們...我們... 等一下喔 後面好像有東西可以看 幹嘛 偷...偷...偷內衣喔 哈哈哈 沒有東西吧 這邊 我們所... 我們知道的冥婚是指... 人已經去世了 然後... 再找老公這樣子嘛 但日上山的冥婚是說... 以... 人住當成新娘 然後再來找老公這樣 我是不是該下去啦 喔唷啊...卡住啦 欸... 不是這個門嗎 這是誰的房間啊 啊...回來了...啊... 這邊兩扇門啊 看下...看下監視器吧 讀取中代表有劇情發生了 我剛剛一直找不到...香菇頭 江湖頭在...走到那裡去啊 拿紅包那個是...很傳統的... 冥婚儀式啊 就是... 你就等於是把他... 撿回家...帶回家了一樣 欸! 欸! 犀利的布屋... 他監視器... 出現了雜訊 要直接去看看了 有東西 去確認犀利的狀態 那是香菇頭嗎 他一直看著... 犀利睡覺欸 有時候要回來常常看監視器啊 啊走錯了啊 這個房子真的是...洋長小道 每次都走錯邊啊 欸!我沒有走錯邊 啊!這裡啊 對不起...我是路癡...對不起 下面還有一個小路啊 在街嗎 現在是在玩塔房遊戲 有怪物出現了我要趕快過來 哇! 嚇! 造他 嚇! 在這種小地方 而且香菇頭怎麼變成... 惡靈狀態嗎 他會攻擊我嗎 香菇頭你幹嘛這樣子啊 你原本是不是一個好... 好女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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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外面我看不到 都一樣 欸!你馬衝慢一點好不好 你衝慢一點好不好 好討厭喔 他啊...他又要重複自殺的光順 他...他又要重複自殺的光順 這裡啊! 這裡嗎 啊!沒針了 啊! 好擠喔這邊 在那邊 趕快抄身吧 香菇頭 你要在那邊坐睡多久啊 我在造什麼東西 不要再切了 剛好臉部特血 沒血了嗎 摸一下摸一下 手穿進牆壁 夠屌 放森林的名不虛傳 在這種小地方作戰好討厭喔 強化相機喔 沒有嗎 沒有吧 我只有四連拍而已啊 欸等一下 我底片怎麼用 用比較高級的底片 現在有不同了嗎 沒有 我防守了香菇頭之後 喔他說矽力應該沒事了吧 防守香菇頭之後還要再回 監視器然後再防香菇頭下一次過來這樣 他說矽力有沒有事情 我怎麼知道我是要摸他嗎 欸真的欸 看起來好像沒有事情了 誰 有東西倒下去我沒有 我沒有拍到但是我拍了後面一個人啊 那有沒有那麼噁心啊 剛剛那個自殺的 惡靈是 是誰的惡靈啊 是香菇頭嗎 有了這樣喔 繼續監視 應該是要回去喔 欸有紙條欸 看一下 床上有一張濕答答的筆記 那個時候的夕陽也來到這裡了 只差一點點就要終結了 就要完結束了 在這之後 非常大的山民 非常大的回音 會充滿這整個世界中之類的 會把所有的東西都填滿 一直滿出一直溢出 大家都要完蛋了 大家都要終結了 太好了 終於要終結了 終於要結束了 在結束之前 我來迎接大 在結束之前大家都來迎接我 在結束之前 你要好好的死喔 好好的去死 在講什麼啊 這是蜜花留下的紙條嗎 太詭異了啊 是哪個王八蛋在那邊玩我 你進去看看就對了 有手 有手在那邊偷摸他 放生蜜蓮沒有看到 他說 看起來好像沒有什麼異常 是我太多心了嗎 隨便亂開看看 沒有沒有東西 民俗學者 日上山跟夕陽傳神書 什麼意思啊 日上山這個名字就像他字面上的一樣 是在太陽上面的那座山 那太陽下面那座山叫日下山喔 在很久很久以前 日上山原本也叫做陽神山 這座山的周圍 特別是夕陽 常常可以看見夕陽的景色這樣 嗯 當日落 進入夕陽階段的時候 哦 他們說當日落的時候 在日上山的時候 這個時刻 算是迎接死亡的一個時刻 當夕陽 這就是當夕陽出現的時候 等於是跟來世 就是跟另外一個世界的距離會變得很近 兩個世界就是 靈魂世界跟現實世界的界線會變得比較模糊 是這個意思啦 好難解釋喔 嗯 哦 尤其是在夕陽的時候如果 在夕陽的時候你去用眼睛看那座山是被禁止的 特別是聽到 山的回音山明的聲音的時候 千萬不能出去 馬加斯彗 等於是災惡神現身的意思 一個 惡 一個禍害出現 或者是一個禍害即將出現的一個警告 就是有山明的時候 日上山在出現山的回音的時候 然後同時 如果水也出現回音了 喔就是說有巫女 就是潛在就是說他有巫女素質的人 會聽到水也在 緩動中 蠢動中了 聽到水發出聲音 喔 能夠在 山明的時候聽到水明的 女聲 就是代表說他有作為巫女的資質 喔 好複雜 看起來好像沒有事 繼續監視吧 啊還要回那個監視房喔 這個連也可以拍耶 這個沒有 沒有 沒有任何其他鎖定 不免說得來一張 走吧 欸 啊 喔我的房間 喔 我房間另外一個門直接就出來可以到生育房間了嘛 我跟他跑一大段路跟北七一樣啊 幹嘛 電視 什麼時候 電視開起來了 有真子跑出來嗎 這是不同遊戲吧 等一下炸炸看看 沒有東西 是這台電視嗎 不對這台 沒有意義 畫面一直都是黑白的沙沙沙沙沙沙沒有任何畫面 欸 畫面突然消失了 轉過去了 那是春河啦 WTF 鎖定他老兄 沒有炸的他臉啊 爬起來不要在地下裝 裝撈啊 哇我快沒血了對不對 爛掉的春河 他手都歪去的樣子好詭異啊 去死啦 都已經升天了不要再來鬧了好不好 四隻完全沒有連接 太早按了 等等等等吃刀劑 趕快多塞幾顆陣子玩進去 拍他 剛剛這邊有五連星了 終於了 後面是不是啦 我的靠 雷在旁邊 睡覺 怎麼了 怎麼了 怎麼畫面突然離開我還以為我死了 他在底下 吉媽呀 這麼小的房間不要在那邊用地板公式好不好啦 靠 靠 現在要補血 房間太小了啦 為必 我生氣了亂拍一通 我四連拍剛好 嗷到他最後一下 有氣有氣 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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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金不擅長小房間 你厲害你來 哈哈哈哈哈哈 要不然我要 我要怎麼辦阿 這麼小的爛地方 喔 亂拍一通 我真的在亂拍一通 哈哈哈哈 呵呵呵 他小啦 阿阿阿 終於抓到一次 天阿 阿阿 finalmente有那麽煩 啦 掛了沒阿 靠 沒摸到 阿剛剛最後是說什麽拉 一字嗎 是什麽意思 wounds 之麽 它會一直等待我嗎 繼續看嗎 底片有很多隻 哎 上面有東西上來 裡面有很多種我都是用免費的 比較不會浪費因為我技巧太差了 有東西在看著時鐘 我們的 一樓 有兩隻以上在那邊等著 不是一直那裡摸來講什麼啊 他一直在等待我啦 等一下喔 我擦一下我的小畫面 我的小畫面上面都噴的到處都是口水 烤火一下吧 去一樓看看 轉音樂盒?為什麼要轉音樂盒 他直接在那邊啊 他直接在那邊啊 不見了 算了 不要再來玩這種小地方遊戲了好不好 算了啦很煩欸 殺小啊 借過啦 我剛剛五顆星 按下去結果被抓開了 沒必 沒必 後面那隻可以一起拍嘛 對不對 喔三隻喔對不對啊 兩隻三隻 換個位置 超多的 超多 不是人啦 超多惡靈的 還有人故意繞到我後面去 我是要怎麼連 拍五個 超多的 嘿嘿嘿 超多的 亂七八糟的是拍鬼夜行是不是啦 有人掛了 我不知道他到底是掛 啊可以撿了可以撿了 五百點 沒有了 我很懷疑有人在玩這個遊戲的時候可以 很靈活的保持距離然後 不被抓到 把三隻鬼很輕鬆的解決掉 神人嗎 好 兩個女生應該都沒有事情了吧 我自己也遇到春河了嘛 一樓沒事了 啊 那個是哪裡的 哪裡的窗戶啊 一樓嗎 這關都是在古董店裡面發生 但是我浪費了很多時間 因為我完全不知道那些東西是出現在哪裡 我後面應該是直路可以一直退對不對 不要一直都過來啦 每次都這個樣子 快一點啦你要幹嘛啊 太早安了 我處於 處於了解狀態了 喔耶 差一下拜託趕快去死啦 怎麼那麼困難啊這一隻 快點 亂拍一通 差一滴啊 靠腰對不對啊 我要死了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要死了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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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等於是一個中毒狀態啊 啊摸不到 八尺大人是血量最大的鬼 那個不是八尺 那個是普通巫女而已啊 每次遇到巫女我都要花好多 祭品 不是祭品花好多補品喔 小地方戰鬥真的技術超差的 靠腰啊又來了 放森林都開始罵髒話了 淚不見了 剛剛 我在這間 我在這間房間這個通道嘛 沒有看見淚出去 淚可能是從另外一個門出去 想是這樣想啊 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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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去犀利的房間中啊 淚進去犀利的房間中啊 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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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板沒了 床下 地板下面可以看見水面 水非常的黑而且混濁 什麼也看不到 說那個男的被拉進那個 地下水道之類的 欸我看見他了 呃 地板上這個是類的筆記本 老師就是我他 就是放生蓮的意思 放生蓮被那張照片的女人 魅惑了 哈哈是這樣翻譯嗎 我覺得好像不太對 原本 老師對女生是非常不在行的 他對女生有恐懼症還是什麼東西 結果還是被照片的女生魅惑了 老師他變了 雖然看起來好像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但是他還是改變了 嗯 他說我在這邊 跟老師在一起到底是什麼關係呢 是 現在這種關係就好了嗎 不管結果如何 隨便吧 但是 到某一個時期我一定要下一個決定對不對 那老師的話 他是會選擇哪一邊呢 什麼鬼啊 講這麼小啊 突然開始在演戀愛劇了 所以我說類似對放生蓮是有意思的 但是因為 放生蓮對女性有恐懼症嘛 他不得不穿成男裝 他寫的那個筆記本意思就好像是有點嫉妒的 有點嫉妒的感覺在 明明對女性很恐懼的老師 看見那些大蠻 所以 在黑暗中的影子 看見那些大饅頭的女鬼 卻一直追著他們不放 累要生氣了 欸 等等 Jotto你要去哪裡啊 累跟照片的女人你要選哪一個 呵呵隨便啊 每個人口味不一樣嘛 摩他 從後面 熊豹 欸不是啊 欸 累 靠 我是睡在 監視器上面 我是監視太累然後睡著這樣嗎 靠 無妖這誰啦 春河喔 爛掉的 快把眼睛帶起來 笨蛋 喔 幻覺 不過累還是不在啊 趕快看一下 男人的監視器 心裡他們還在嗎 快操作啊 笨蛋 欸 這是紀錄 回放紀錄 唉唷 他在睡著的時候真的有東西過來 春河 累 跟春河姐姐走 啊他就起來了 跟姊姊來 姊姊帶你去玩 真的被帶走了啊 不是我 不是我亂唬啊 真的被帶走了啊 日本的角色配音對不對 常常都有這種 奇怪的語助詞出現 吸力也被帶走了 吸力被香菇頭帶走了 可殺啊 吸個蟲 生魚 生魚自己起床了 他看起來好像 意識清楚的樣子呢 生魚看起來很正常 但是兩個人被帶走了 你看 跟我講的一樣對不對 好多乙柱子 你沒事嗎 我 還是回山上好了 呵呵呵呵 你可以帶我回山上嗎 不要亂說話 很危險的 噢 呵呵呵 是這樣嗎 他說 這麼 麻煩你 麻煩你了 麻煩你 對我有做了這麼多事 我可以 這個可以借我嗎 說不定我可以找到希莉小姐 喂 慢著 等等 你殺了我嗎 那我要走了 放森林被過去那個白髮的記憶綁住了 使用監視攝影機 守護著希莉跟聲語的放森林 不知道在什麼時間突然就睡著了 他完全不知道自己是什麼時候睡覺的 放森林 呃 夢到了他去追累的 就是在剛剛那個民宿學者他家的那個場景 等到那個夢醒的時候 希莉跟累都已經消失在這個古董店當中 接下來 醒來的聲語 拿著細力的攝影機 往日上山上前進了 留下了 迷惑的放森林 一個人帶在古董店中 哈哈哈哈 哇哈哈 哇 S S到底是好還壞啊說真的 S上去是什麼評價 我很 我很懷疑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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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